您的工资已到账 可算是到工资了 今晚可以吃点好吃的 哎还得交房租啊 下梦阵语 讲到好几天了 好几天了 这事 没想到 夏末时日里这么深情的一个人 竟然大白天的在这里 我还是赶紧走吧 要是被抓到引起误会的 就说不清了 喂 叶凡我们分手 什么 莉莉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 你要钱没钱要尽量没尽量 我想分手 我 莉莉 你听我解释 莉莉 喂 喂 小伙子 怎么了 感情受挫了 我这 有一副眼镜 叫八十八 你戴上它 同时你人生一帆风顺 我保证你 再也没有任何烦心事了 老爷子 我都已经这么惨了 你还要坑我呢 哎 你要回家 这话就不对了 八十八 你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大 我保证 无有所值 算了 反正我的眼睛也坏了 也坏一个 这人溜得这么快 呦吃的还挺好 还吃得起外卖呢 这月的房租加了吗 我这就给你转孟姐 这还差不多 人生辅助器以激活 当前好感值为四十 人生辅助器 好感值 什么玩意啊 能测到对方肩颈不舒服 宿主提出按摩能增加好感 不管怎么回事 我都得试试 那你慢慢吃吧 我先走了 哎望姐 你最近 是不是肩膀不舒服 你怎么知道呀 我看你老是垂肩膀 我之前也学过按摩 要不 我帮你按按 你 还会这个呀 那行吧 你帮我拿一下 叶桑 你这手法可以啊 在哪学的呀 之前跟合租是有学的 他是做这个 哦 檢測到特殊按摩點 特殊按摩點 啊 好好下班我先去個測試 怎麼反應這麼快 該不會 按到了敏感點吧 孟姐還要不要進去按 不不了你先回去吃飯吧 你先去按摩點 對啦我跟你說個事 以後的房租就給你免了 不過你得經常幫我按摩 沒問題 沒問題 非方好感度加十當前好感度50 這人生輔助器也太牛逼了吧 哈哈哈哈 喂 葉反現在馬上來公司 經理 今天是周末大家都在家休息 我去公司幹什麼 幹什麼 當然是加班了 你也打給我們你 誰是你閒著的 這是法律規定的休息日 我 喲 還搬出法律來壓制我是吧 我告訴你 只要我在公司一天 你就得聽我的 我讓你加班 你就得加班 現在馬上來公司 最後給你半小時 半小時之後要是見不到女人 以後就不用來了 要業績沒業績 要成績沒成績 葉反 你這個月給公司帶來的收益 簡直逼得可憐 還想休息 孫經理 我的業績被誰貪了 你心裡應該有數吧 你敢跟我頂嘴 如果你沒什麼事的話 麻煩你先出去 我要工作 你以為我想待在這 臭表細節 看見你就噁心 帶著這份文件 去董事長辦公室一趟 他有事找你 這根本不是我的應 而且漏洞百出 孫家家 是想讓我去替他背鍋 董事長統盤要找的人 不是我吧 我說是你就是你 怎麼不想呆了 不想呆了滾出公司 別再回來了 行 你等著 董事長你找我 不算你二十分鐘內當嗎 怎麼這麼久才過來 該死的 孫家家那女人 又可惡 橫橫十分孝順 把話題扯到這裡來 能獲得好感知 你覺得你怎麼會進去 生意 這是你的 請教育 我講先生 那是你 好 我叫你 我叫你 ado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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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你 我给你们一揍的时间 你们就拿一个没有完成的订单给我 你们组的工作效率就这么低吗 你自己说明情况 并表示对这个业务很感兴趣 可以获得陈恒的好感值 董事长 不瞒您说 这个订单之前都是孙经理在负责的 我并不值钱 不过这个业务能够锻炼我的能力 所以我想试试 你想试试 三天 我只要三天时间 我一定可以谈成 这叶凡 平常看起来蠢莫寡言 闷不吭声 没醒到 竟有这种问题 行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这个订单就交给你 只要能够完成它 升值加薪 要什么 尽管提议 感谢董事长 那我回去准备了 好 你下去吧 等一下 孙经理 事长找你 那个项目什么回事 你不是说我你负责吗 你负责 你负责 一个星期 真正七天 王助理 麻烦你帮我展告一下夏总 我们盛世集团 是带着诚意来寻找合作的 如果能够达成合作的话 我愿意 你们公司人来过几次了 我们夏总不感兴趣 所以不会与贵公司合作 那王助理 能不能帮忙 转告一下夏总 夏总不在公司 等他回来再说吧 不知道夏总 什么时候回来 这夏总并没有交代 就知道想谈成这个订单 没那么容易 就算我拥有人生辅助期 但现在连辉煌集团 董事长的面都见不到 又该怎么下手 制造偶遇说起来简单 可我要用什么理由呢 总不能大油大摆的过去吧 这也太明显了 有点脑子的都能看得出我的动机 这腿真白呀 这屁股可真翘啊 这不是乱想什么 这制造偶遇的方法 可真难啊 你救病 醒醒 醒醒 不行 得让他先把水吐出来 这大老板的女儿 在上大一 长得这么漂亮 该死啊 我在想什么呀 先救人要紧啊 我不是流氓 你刚才差点溺水是我救了你 你什么你 要不是我即使下去就救你 给你做人工呼吸 你现在身体都凉了 你不感谢我就算了 还打我 从来没有被男人碰过 更没有被男人听过 当时情况紧急 连120都来不及打 我哪想到那么多 换出这个情况 我告诉你 是个男的我都会这么做 可是 可是那是我的初吻啊 混蛋 严格来说 初吻是指第一次跟喜欢的人接吻 但我们显然没有这种关系啊 我们是救人与被救 在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 其他什么都微不足道 再说了 现在生命遇到危险 没有事 这不什么都好吗 华言巧语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不过 看在你救了我一命的份上 我就不追究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好 我说 你们公司 跟我们公司的定待 啊 原来你是想提高业绩啊 行 这个忙 本小姐帮了 明天等我消息 喂 喂 叶法 今天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这么快 那是 你也不看看本小姐的事情 今天来就是本小姐句话的事 不愧是离世集中的大小姐 这办事的效率就是快呀 我还成了这么大一个电压 你们公司给你付款就行了 那你们得感激感激的事啊 感激 当然得感激了 你救了我一命 我跟你这么大的单子 不算是两次了 不算是 降我便宜这件事情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那没有占你便宜 我那没有占你便宜 我不管 就是 我不那样做怎么救你啊 总不可能把你捞起来干等着吧 那我不管 反正你付款摸了我 你还亲了我 行了 那你说 你想怎样 等我想到的时候再告诉你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这 总不能让我出卖色象 不会让你出卖色象了 放心吧 那行吧 那我先准备准备去公司了 刚刚接到辉煌集团的消息 夏总特意打电话过来 说要跟我们公司合作 就一个晚上的时间 你就谈成了这件合作 我就是运气比较好点 运气 孙佳佳一周跑好几趟 也没建议这样的好运气啊 有实力就是有实力 董事长 你就别夸我了 好 不交不照 有魄力 有手段 你很不错 这样 从今天起 你就是公司的主管 工资提升一万 感谢董事长 这两天给你放放假 你好好休息去 哎 叶凡 今天下班很早呀 怎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哎 这不给公司添了个大单吗 升职加薪 那不得庆祝庆祝 是得庆祝一下 恭喜升职 解释到邀请对方一起 吃饭能增加好感值 谢了 孟姐 你还没吃饭吧 反正我买得多 一起 好呀 那我就 查看您买的东西吧 好感值加二十 宿主可以提出按摩 增加好感值 孟姐 要不 我再给你按摩按摩 好感值加十 检测到对方好感值达到八十 将会发生特殊事件 请宿主注意 好感值八十 特殊事情 能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感值八十 特殊事情 能有什么事情发生 二八呀万算了 哎哎哎 我说你小子 长得也不赖 情商也高 怎么没接你找个女朋友啊 哎 是不是刚分手了吗 啊为什么呀 嫌我没本事呗 哎 现在的小女孩都比较着急 但只要男孩有上金星 迟早会发财的 要是我女朋友 像你这样善解人意就好了 孟姐 我也是刚才学的按摩 如果按的不舒服的话 那我就不按了 没 你按的挺舒服的 没关系的孟姐 你不用照顾我的面子 按 按的挺舒服的 你按了就行了 那好孟姐 你放松身体 我继续给你按 要烦 我受不了了 怎么了孟姐 是我力度太大了吗 不是 换一个地方按吧 换一个地方 换哪个地方 夏梦对您的好感值达到90 随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去房间啊吧 这里 肯定不舒服 去房间 去你房间 怎么 你害羞了 什么害羞不害羞的 我叶凡好歹也是混迹花肚的老手 行了 别吹了 进去按吧 等一下 怎么了 我去洗个澡 按摩洗什么澡啊 我出汗也行了吧 妈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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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edo 孟姊 按摩 穿這個合適嗎 之前的衣服太厚了沒按出效果 這個衣服薄眼子舒服 可 怎麼您按摩還臉紅了呢 誰臉紅了 好 嗯 夢姐 你幹什麼 別裝傻了 你知道我 你怎麼 你知道 叶凡啊叶凡 你可真行啊 这都把持不住 叶凡 你在哪 我在家 怎么了 知道孙经理家住哪里吗 我之前给他送了工作 好 你去他家一趟 找一下他 找不到他 那我说说 对我一个临时合作 要去盛世集团 赶紧让他来盛世集团见面 孙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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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我听错了 李总说过 不就在家里啊 不可能没人开门啊 难道 他遇到了危险 他遇到了危险 他 我 完蛋了完蛋了 这孙下本来就讨厌我 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死定了 臭小子你真的敢偷陪我 孫經理你誤會了 是老總要我來你家裡找你的 老總 你偷陪要給你三兩點的女兒吧 我說的是真的 真的屁 你做什麼都會怕 給我等著 我現在就出貨了自己 孫經理 臭小子你還沒碰老娘 孫經理你 你看你看老闆拿電話來吧 孫經理找到了嗎 找到了找到了 讓他接電話 喂李總 怎麼回事拿你電話半天不通 哎呀我剛不是在洗澡嗎 早上洗什麼澡算了 你趕緊讓涅凡送你來吃吃吃吃吃 好嘞我馬上到啊 現在這誤會 總算解釋清楚了 李總讓你來找我 沒人進我房間吧 我 我這不是 算了算了 李總的大事要緊 老娘就當便宜這個臭屌死了 謝謝孫經理 還不滾去開車啊 哦好好好 我現在就背車 甚至是 那看我 真的 我現在不滾去 我現在不滾去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不滾去 我現在不滾去 我現在不滾去 我壓力去 我現在不滾去 呢臭吊丝 夫人经理的腿 确实美 那你想摸一下吗 我 怎么不想摸 怎么你还真想了 也不看自己什么德行 你不穷酸样也配摸老娘的腿 老娘就算是瞎了眼 也不看上你这个废物 哟生气了 哎呀 啊今天啊也算是让你见识到了 这辈子都见识不到的风景 就偷着乐吧你啊 你怎么开车的呀你 费东西 啥呀 哎呀李总 还不是因为这个废物开车太慢 好了进来了赶紧上楼吧 那李总你带他上去干嘛呀 他一不懂业务 那不是公司领导 这万一上去 说错了话得罪了客户 棒棒不是白来了吗 我得给你打我 小燕你就在这等一下吧 孙佳佳 你给老子等着 早晚有天晚上你跪地求饶 您好 请问你是叶先生吗 呃 我是 你是 我是赵雪 就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相亲 我没约相亲对象 我到他认错了 卧槽 他女人身在一千亿 这不是顶皮肤婆吧 不行 我必须拿下他 只要能拿下他 我这辈子都不需要努力了 哦哦我在我在 我们也别浪费时间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 请 我叫赵雪 在一家普通公司上班 月收入四千 前几年创业 亏了上百万 现在呢 每天都过着还债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那你以后可能陪着我一起还债了 果然 你要说的对 男人就是见识动物 没听到我现在立马就愣住了 找个不足钱的男人可真难啊 月薪四千 亏了上百万 眼镜给出的提示明明是身价千亿啊 哦我懂了 他一定是故意装穷人想测试我 有趣 叶先生 看您的样子应该是不接受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哎等等 怎么了 这道手的肥鸭 我不可能放过 我刚才出神 是因为我在思考 你在思考什么 我在思考 我要怎么做 才能帮你还清债务 哦 你说什么 你要帮我还清债务 等等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说我欠了一百万 谁有听错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还清债务啊 既然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你的债务就是我的债务 可 可是 可什么 没什么 不对呀 李亚不是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吗 怎么他这么好 我目前在一家大型公司担任主管 一个月工资有一万三 省事减用的话 再加上每天的奖金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渡过难关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和他只是第一次见面而已 他居然答应帮我还债 怎么了 你是不是急需这笔钱 如果急的话 我这卡链还有几万块 你先拿去应急 不用了不用了 我不急 我先回去确定一下具体还差多少 哎等等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你有需要可以找我 好的好的 富婆啊富婆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你怎么跑上去不接下去的 一公跑上去不接下去的 难道是那个香气男跟踪你啊 跟踪什么呀 我说你这出了什么主意啊 还直接答应帮我还债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 什么答应帮你还债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 哎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好男人 他那不是对你一见钟情了吧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我今天是遇上了 哎你看他把手机号都给我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总能真问他要钱吧 我也不缺钱啊 你先别慌 你先跟我说说他的情况 你又没谈过恋爱 总不能被他一句话给骗了吧 他这个人穿的挺普通的 全身上下不到一千块 但人嘛确实长得挺帅的 你仔细想想 虽然说欠钱这个事是你随口说说的 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普通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拿出来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认真的 他如果真要骗我的话 也不至于把手机号都给我吧 万一他又是拿捏你这个心灵呢 既然你觉得他不是骗你 那咱们就做几个测试看 什么测试啊 很简单男人嘛 无非就是钱 尊严 要是他能够是这次 我恭喜他捡到宝了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 我是无所谓 反正我又没和他相亲 你要是没看上 那咱们就不联系 这样 我帮你把它删个吧 哎 你先说说你打算怎么测试啊 你到时候可别把人吓跑了 这样吧 既然你提到了欠债的事情 咱们就将计就计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那我先要联系他 哎呀先不用 手机里空口白话无评无据谁不会说的 你听我的 明天把他约到你家里来 啊 那我家干嘛 你不是欠债吗 那总得有人讨债啊 到时候我们就提前 安排几个人 假装高利贷暴力催修 到时候看他愿不愿意帮你出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万一把人吓跑怎么办 那就说明他对你不是一顶钟情 只是金仇少脑 你说什么都会口头答应 但绝不会对现承诺 也不会为你付出 这种渣男我见多了 行吧 正好我家灯坏了 明天刚好可以问一下 看他愿不愿意过来修 谢谢你大老远特地跑过来一趟 不客气不客气 只是灯泡接触不良 也帮不上什么大马 这富婆今天都叫我来他家了 居然只是修个灯泡 我还以为他是真的打算 让我替他还债啊 赵小姐 咱们之间的账 也该算算了吧 好哥 咱们不是说好了月底结晶吗 你看 这不是还有两天吗 为什么要带人堵在我家门口 哼什么意思啊 要是我这两天不好盯着你 到时候你跑了 我去哪里找人啊 好哥是吧 欠债还钱天金地 但是也不至于把人逼到这个份上吧 这样做 大家谁的面子都不好 面子咱都不好不 要是拉跑了 我还怎么混这行啊 赵小姐是吧 没钱要盘债 她是有钱 发现一个小白脸啊 别侮辱赵小姐名声 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 我管你是普通朋友 还是小白脸 你要把她出头是吧 那行 一百万 现在你要能把她把贷还钱 我立马走了 赵雪是在演戏 测试你之前有没有骗他 提示现在去借网贷套信用卡 赵雪好感度加十 原来是在演戏测试吧 既然这样 我不如将计就计 好 你等着 他怎么回来了 他回来干什么难道 李小姐 那咱们还要继续演吗 演呐当然演呐 我都要看看他干什么 呦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小子 刚刚不是逞完一熊熊跑了吗 什么现在又回来了 你不也这么说话吗 乖乖他就粉丝我回来 你小子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就错你刚刚那句话 老子一定弄死你 既然我能来到这里 就证明我有事无考 多说无业 点点看吧 你小子刚刚去取钱了 不然呢 我带你们去银行取钱 你有这个担长跟我去吗 我就知道我没有看作人 他刚才只是去取钱了 并不是在骗我 你小子当我没当眼是吧 就这袋子里面这些钱 有一百万吧 还真当你拿了一百 就这么厉害 你打个叫花子 叶凡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能短时间拿出三十万 这估计是他所有的存款了 一百万我是拿不出来 这是我仅有的钱 我也实话跟你说了 各种借贷乱借我都借了一遍 就这么多 老子可不管你这么多 要是拿不出一百万 别怪我们心狠手了 还是那句话 一百万我拿不出来 但是我会想办法在两条内还给你 如果你非要逼我 行 你拿我命吧 行 算你小子有总 那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要是两天之后还拿不出一百万 任凭处置 两天之后任凭处置 他这话是认真的吗 我在想什么呀 他刚才都操工家底替我还债了 我竟然还在想他有没有通过测试 我有什么资格怀疑他对我的真心啊 看来这小富婆已经迷上我了 不如乘胜追击 赵小姐 你没事吧 刚才那群混蛋 没有对你做什么 我没事我还好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失礼了 他真是关心则乱呀 很明显是真心喜欢我 没事没事 你刚才真的很难认为 刚刚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他果然是因为我才这样的 这难道就是 冲冠一怒 魏红颜吗 谢谢你今天出手相助 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那个 你一下从哪拿出那么多钱的呀 刚好可增加好感值 赵小姐 说出来 也不怕你笑话 其实我只拿得出十万块钱 然后我还套了很多信用卡和网贷 能借的朋友都借了 只错得出三四十万了 他就算只有十万块 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替我还债 宁愿自己刷爆信用卡 也要多帮我还几十万 叶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等我这两天资金注册开 一定也会帮你还清债务的 不急 赵小姐 我这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您看还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吗 不用 其实我刚才 赵雪你别冲动让他先回去 我待会再和你解释 赵小姐 怎么了 没事没事 今天多亏你了 不过我也准备休息了 有事联系 你要我电话呢 那我先走了 好 别看了人都跑没影了 瞧你出的搜主意 我本来就没有负债 现在好了 骗到别人有负债了 那又怎么了 反正你有钱 帮他怀着呗 可是我看他知道真相之后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 既然这一关我每天算得过了 但是俗话说的好 英雄难过每人关 下一关 我看他还把神机 你说的这么心事淡淡 是已经热好人了吗 还没有 但是这种男的最好应目了 随便找个姿色不错的倒爹上去 他就把神机 姿色不错嘛 哎呀你看我干嘛 哎 你觉得你就可以啊 啊不会吧 你以为我去刺有你的相机就行 那不然呢 我看你刚才挺自信的 而且 要么 身材你都不学 哎呀不试试呗 哎呀鬼鬼鬼 看什么玩笑 我的月墙在哪里 这不是找到了吗 就你了 你你以为要的计划 信不自身了 信什么什么 万一他真打指不住 又不失声了 你换一个人的话 要是又失败了 那到底是 那个人能力不行呢 可是你也反思认能力谈 好看 别人都靠不住 还得靠自己 你放心 我亲自出手 那就是手倒起来 还不把你弄死的 哎 你就穿这阵住吗 我 觉得吧 你抓着你姊妹 我去那晚穿上去 人家起码就得穿上去 我刚刚的 他也开始这个 刚才那我说 我在这 一直来面试的 哎呀 这不必要 要是这里了 好 他就会出了一块的话 你时很时间赶到的 这个 是 需要的 我叫李亞 誰啊 面試 李亞就是體團總裁趙學助理兼閨蜜 剛用起刺濕了自己一波 現在又高美人技是吧 行那就別怪我了 請坐 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叫李亞 今天24歲 身高170 體重45公斤 修為88 李小姐 我們是招聘秘書 不是招聘陪酒小姐 需要抱身材 不好意思啊 都怪我之前面試的公司 一直問我身材 順口就說了 那你的學歷是什麼 就是本科 你的特長呢 腿特長 葉總 秘書需要什麼特長啊 秘書做什麼的 你應該心知肚養 我不太理解你說的話了 別裝糊塗了啊葉總 不是 有事秘書 沒事幹 你倒是挺直接的啊 相信我們老闆應該會喜歡你 你們老闆會喜歡我 你就是喜歡 既然你喜歡玩 那老子就陪你玩玩 你什麼意思 小哥哥 單身了 抱歉 我有喜歡的人 你喜歡的人 難道 說的是我嗎 有喜歡的人又怎麼樣 這年頭結了婚的男人 都倒是下來用玩 何況你這種還沒談 老哥哥 我最近剛扶手 晚上一個也挺寂寞的 要不然 我們處理對象 怎麼說 狐狸尾巴露上來了吧 我就說男人都是打入地 就是我們出去前試試的 不合適的分手啊 你這不是找對象 你這是找炮友嗎 隨便你怎麼想 你就說行不行吧 反正我挺喜歡 抱歉 我不是那種隨便的人 可是小哥哥 我活很好的 我就不信你還能把持得住 這小妮子真他媽帶勁啊 要不是我提前知道 他是過來測試 我還真把持不住 小哥哥 我大學也學舞蹈了 你不想知道 朋友都不拚試 老闡 最後說 如果你是來面試 那麼就認真可能了 如果你是來找男朋友的話 那就請自己便宜 你還在這種磋子 小哥哥我好難受 胸口不舒服 老娘可是拿個選美大賽冠軍 我就不信你看完不明 小哥哥 我真的好難受 你把我按人 他媽媽吃我好悶哦 请你出去 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我听听音乐 一个美女站在你面前 你这样无头有装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并且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女人了 请你出去 好 我走了你别后悔 我现在对你感兴趣了 我出这个门就没有了 请你出去 好我走 我就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吧 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是不是胡说漂亮了 好了好了 你就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好男人 不行吗 不可能 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后男 那他又不知道我们是提前安排的 怎么能还有特异功能吧 提前知道我们的安排 不行我还要进行第三次 第三次签试过了 才帮你把你做 觉得没有必要 他真的很好玩 雪儿你信我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 不行你一定要听我的 哎 行吧行吧 最后一次 要是他动过了那次测试的话 你以后不许再影响我们了 好啊你个重刺亲友的人 小姐你现在这么样子 我在帮你 你这样搁不着我外拐 哪有啊 看看你现在一个夸耻想 去去去 还好有这幅神奇的影剑 像无人富婆都跑 那凡 怎么了孙经理 来李总麦克逊一趟 好嘞 市长你找我 凡凡是这样的 这里有个订单 需要你去跑 李总 我建议你还是三思啊 他不过只是个人力主管 这种业务上的事情 他所做 小凡的能力我还是见识过的 这点小事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董事长放心 这单我接了 好 要是这个订单完成呢 我奖励你十万块 感谢董事长 咳 啊 这个应该就交给你了 你先去忙吧 好 啊 李总 上次那个投资 你得尽快做决定了 那不然可就晚了 帮助李总否决投资 将获得大量好感值 哇 我都忘了投资这个事了 这样是你朋友 放你头呗 好嘞 等等 我和李总谈生意 有什么资格插嘴 董事长 这个投资我能看看吗 你个大专身懂得屁啊 哪来跑哪呆着去 董事长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投资 所以 你就让我学习学习吧 行吧 子投资将会血本无归 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就给我拿过来 董事长 你还是赶紧签吧 董事长 不能签 叶凡 能不能给我滚啊 我刚看了投资 我觉得这个避亏 甚至可能 血本无归 真是狗子里头皮算呀 这份合同 可是我脱了关系才拿到的 你竟敢才是哪里的钱 董事长 您相信我 李总 你信他一个大专身干什么 他以为做过投资 阿卜是个小职员 你要真信了他的话 那将会成为行业里的笑饼的 谁吧 投资这个事 你还是不要管 市长出去吧 听到没 让你滚 李总 但我还是建议你给钱 不是 你有病是吧 哎呀不是你懂 像他这么小人物 也敢干是你的大事 不行 这个投资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得找人帮我问问 可是 谁呢 对 你应该好帮我问我 喂婉儿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 投资项目的事 可以 不过 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冒充我的家教老师 什么 家教老师 我不想上课 到时候你冒充我的家教老师 你们两个一起玩手机就行了 行吧 那好 我现在就跟我妈说一下 咱们俩就这样说好了啊 现在的女孩 你妈相信我是家教老师 那必须啊 我妈只是很好骗的 听到没让你滚 好吧 李总 但我还是建议您别签 这你有病是吧 好了 找白点事 哎呀不是你总 像他这么小人物 也敢干涉你的大事 不行 这个投资绝对是有问题的 我得找人帮我问问 可是 找谁呢 对了 找林婉儿帮我问我 喂婉儿 怎么了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 投资项目的事 可以 不过 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看我说我的家教老师 什么 家教老师 我不想上课 到时候你冒充的家教老师 你们两个一起玩手机就行了 行吧 那好 我现在就跟我妈说一下 咱们俩就这样说好了啊 现在的女孩 你妈相信我是家教老师 那必须啊 我妈你是很好听的 怎么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爱学习啊 都不爱学习啊 学习有什么意思呀 学习虽然没意思 但是可以换一个美好的前程啊 可是我们家有钱 不需要工作呀 疼我没说 哎你还给我 不还 中间刺法林婉儿将会提高好感知 叶凡 叶凡给我给我 给你 给你什么呀 叶凡 你满脑子想什么呢 给我 我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要你管 好啊 那我就不给你了 你 说 这东西干嘛用的 你不说的话 那就别怪我辣手催花了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就要看你听不听话 叶凡 你你别闹 那你快告诉我 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不说 那就别怪我了 啊 你敢 我可是老師啊 學生不聽話 那我自然要懲罰你了 啊混蛋你的真的啊 我就 有種你必須答我呀 既然這樣 你就怪不得我了 放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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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不好我爸回來了 你快回去走后門 別被我爸發現了 不然他肯定會懷疑的 啊投資的事情 幫我調查一下 哼我才不幫你 誰叫你剛才欺負我 難道 忘了剛才 你把他还给我 不答应 你就等着屁股开花吧 啊别别别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没想到一场鞭打下来 好感动进来上阵的这么快 都快接近50了 这样是多打几回 岂不是 叶凡你在哪赵雪出事了 你经历从不了你就从了我吧啊 放开我放开我 出手 这仍然是赵雪对你的测试 赵雪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一不小心打翻了他们一瓶酒 他们就抓着我一直不让我走 我只有一瓶酒吗 多少钱我赔给你 你看老子 像他们缺钱的人 那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才能解决 哟 你小子是想因准救 我只是不想看到我朋友受委屈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一个不想让同学受委屈 别那么多废话 到底要怎样才能解决 废话你 这样 想我放你 可以 在自己跪下 怎么 现在认识 刚才不是挺消枪 我问你 是不是我跪下你就放我朋友 可以 你说的 别反悔 你看现在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你小子还真牛啊 让你你还真跪 好人 我突然觉得 你跪下来也挺不意思 要不这 你学狗劲 从我的布刀底下 把你去 我立马爆 马他虽然是考验 但这就有些过了吧 你 这种要求 我不可能答应 不答应 那他就别想走 等一下 该 答应你 但你必须保证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之后 你立马放开 那是自然 别钻 我说别钻 别钻 我说了别钻了 妈的有你说我的份吗 给我继续钻 你也不钻到我满意了 他别想 哈哈哈哈 够了 别演了 已经解释 啊 姐 就演完了 我待会会跟你解释的 行了你回去吧 哎 好的 姐姐 下子还有这种事 掩着头 快转掩着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一切 其实 都是我对你的考验 考验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你找的演员 是的 那都是我对你的考验 请宿主欲擒故纵 原来 你防着我 我没有 我 等会叶凡你听我解释 叶凡 对不起 我现在知道你有多爱我了 是啊 我是爱你 但你以这种方式羞辱我 我不能接受 对不起叶凡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你 竟然能为了我做到那样的地步 我 为了你 我不惜下跪 甚至钻狗洞 可我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你在玩弄我 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 算了 就当我爱错人了 赵雪好感度达到100 对方将对你摆100顺满足任何要求 肚子你别着急 你放心 他肯定会回来找你闭嘴 不行 费上下去我就失去他了 这一次 你一定要主动 赵雪怎么还没对这么来啊 你可千万别出宿余 这是一个意外复活呀 能不能改变命运 就搞他了 叶凡你听我解释叶凡 你怎么来了 叶凡你听我解释 我知道我对你造成了伤害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真的喜欢你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去测试你 我就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知道 但我接受不了你对我的不信任 我对天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测试你什么的忙 再也不会 那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再对这种 我不就真的走了 好 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对我测试了 真的真的吗 太好了 你今天开始也就是你的人了 我今天没真烫 我还有更漂亮的 想看吗 没想到这居然是赵雪的第一次 这次占大了 老公 昨晚累坏了吧 吃点东西吧 你老公我怎么会累坏 不嫉妒我昨晚就厉害了 我讨厌 这么快就忘完了 要不待会 还跟我一起 讨厌 我马上就要去工作了 这张卡你拿着里面有五百万 哦 我这算是被包养了吗 对啊 还有上次那家 冰江酒店也是我的送你了 被包养的感觉还不错 职业先生吗 是我 刚刚接到通知 您就是我们冰江酒店的新总盘 请您过来搬一下 好的 我现在过来 一起来 床 哎哟 这不是我们的夜大班长吗 怎么跑到这里来 班长 当年不是你成绩最好吗 现在 怎么开起小电驴了 篮啊 怎么回事 这在座的 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 可都是社会经营 怎么就你还在这社会底层 再不给我们丢脸了 叶凡你也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吗 我不是 这个聚会啊来参加的都是上流人士 他这个屌丝怎么能来参加呢 就是他这种屌丝 一个月的工资连在这里买零水的资格都 算了算了 这样好歹是咱们昔日的班长 今天就当我开恩 好好的请这个废物吃一顿 啊 啊哈哈哈 还是我们的礼少大姐 要不说礼少怎么会明记轻轻就成为千万富翁呢 这格局一个字牛 哎 愣着干嘛 还不谢谢我们礼少 好久没跟我们住间 就咱这个面子 这酒店的包厢 可真豪华呀 那還用說這可是江城最好的手 沒有點身份的人呢根本就 是這樣嗎李少 這邊我可以親近你啊 你只當我再當十秒了 哎呀這有什麼 我是這家酒店的 vip 大家如果以後想在這裡玩的話 報我李淳的名字就好了 咱們同學是中了 還沒說 這邊我看了 你隨意 葉凡 你最近在幹什麼呢 我 我就普通上班族罷了 每天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哈哈上班族 不就是一個打工仔嗎 還說的這麼文雅幹什麼 對了佳琪 你最近不是在籌一件事情嗎 正好李少在這 他肯定能頂起學的 佳琪啊 我對你的心意你應該是知道的 只要你願意跟我在一起 什麼困難 會不會跟我說 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情的不麻煩大家了 佳琪 你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或許我能幫他上忙的 其實我最近在找工作 來應聘這家酒店 可是沒有通過 可是我很想在這家酒店上辦 就這件小事 我們李少隨便打個招呼就好了呀 我實在想啊 你趕快來 想回家 抱歉 你們 我實在是 我想辦法讓你進這家酒店上 畢竟我是這家酒店的VIP客戶 我的面子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說佳琪 你乾脆答應你上 還出來上什麼門呀 是啊 每天這麼辛苦幹什麼 只要你點火 我就什麼都有 那以後可不能叫笑花了 你叫嫂子了 這也太麻煩大家了 工作上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著急 嘉琪 等會我會和酒店的經理打個招呼 你明天直接過來上班就好了 你打個招呼 你知道這家酒店在江城屬於什麼檔子 啊你又知道這裡的幕後老闆是誰 你打個招呼你算什麼東西啊啊 我當然知道 所以我才會這麼說 這逼給你抓 我還以為你是什麼大人 嘉琪別送我 你信這個傢伙嗎 葉凡 你真的能幫我立即這家酒店嗎 放心 嘉琪 我答應你的 肯定能辦你 說的好像很簡單一樣 嘉琪 你不會真信他吧 葉凡 你說的這是真靠譜嗎 表示我真的進到這家酒店 那到時候我一定好好感謝你 沒事沒事 我說葉凡啊你差不多得了 我們同學之間我本來想給你面子 你別給臉不要你 你一個臭打工 在這裝 我現在就打電話給這家酒店的經驗 讓他親自過來答應你 葉凡 你看李淳這麼有把握 我還不覺得你尷尬嗎 你還不覺得你尷尬嗎 你不覺得你尷尬嗎 我們已經很給你聊面子了 沒想到你竟然還這樣說話 哎呀別這麼說吧 別這麼說吧 大家都是自己人又是同學 畢竟人嘛還是要點臉面的 我們也沒有必要揭穿他嗎 哈哈哈哈 我沒有必要揭穿他嗎 我沒有必要揭穿他嗎 哈哈哈 李燒就是李燒 新兄啊就是寬廣 不愧是上流社會的人 而且有些人呢 得了便宜還買官 還恬不知識的坐在這裡等著上菜 而且我們好像不熟 哎 這道飯這麼貴 讓我家吃量口怎麼了啊 哎葉凡沒事 吃 我們我有的是錢老同學嘛 啊讓我吃量口味的 反正也不差你怎樣口 不吃我還需要 你狗的嗎哈哈 家綺 既然你工作的事情已經變好了 那也沒我什麼事了 我先走了 哎別走啊 你不說認識人家經理嗎 人家馬上就要玩了 是啊 難不成這個就叫做臨陣脫逃嗎 哈哈哈哈 既然這樣 那我倒是不想走 我 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 你現在在李淳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哈哈 佳琪 你別這麼說了 我這個人嘛 是優秀了一點 但是 還是有一點缺點的嗎 哈哈 李淳 實在是太感謝你幫我找到這份工作了 我這個人嘛 這杯酒我敬你 沒這麼客氣 這是幫點小忙罷了 畢竟我能力擺在這裡 不像有些人 找說大話吧 小姐 難道你也這麼認為嗎 難道你不是嗎 你不就是看家綺長得漂亮 當年上學的時候 家綺對你還不錯 現在啊 就想在人家面前 你的小精子誰看不出來 只不過尷尬的是 那種好久拆穿啊 你現在是不是特別尷尬 特別想走啊 家綺 我再問你一遍 你也這麼認為嗎 葉凡 大家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你幫不了我就算了 幹嘛要說大話 家綺 你沒有必要跟這種人志氣 何必呢 他呀只不過是舔這個臉 來算他 李淳你說的對 我們不理他 好好好 葉凡都已經這樣了 我們是不會相信你的 你還不如和大家好好道個歉 心許我們還會原諒你 我道歉 我又沒做錯事了 我拼什麼道歉 葉凡 我一直認為你是個善良的老師人 沒想到你變成了這樣 你現在這個樣子讓我感覺到噁心 你目光太短淺了 吹牛就是吹牛 他不可能是真的 你醒醒吧 哎呀葉凡 不是我說你啊 你知道我們倆之間的差距 有多大 哎呦你看 楊經理給我打電話了 我現在就在這段包廂裡面呢 哎楊經理你好 哈哈哈哈 哎我我現在就在這段包廂裡面呢 什麼 新董事長壞人了 沒有權利 那您方便告訴我 新董事長是什麼 說不定我認識他 哦 新董事長姓葉是吧 哎呦謝謝謝謝楊董事 啊恭喜啊 師傅你發生什麼事情 是沒事 換了個新董事長而已 也是我朋友 我把個電話就能解決了 放心今天的事 幫我帶我去啊 哼哼嗯 喂 是葉董事長 想找你幫個忙 那這個電箱是 你不就是要告訴你嗎 怎麼會是你 這怎麼回事啊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這家酒店的董事長 堅持越反 李商 你是不是昨天忘了我 不瞧瞧到油管那裡了 有可能我再試一下 喂 葉斎 你是這家酒店的董事長 哇 葉凡 這家酒店是你的嗎 我就是葉少林啊 一看就語度不同 剛剛是小碧眼珠 我自罰一瓶 哦不 我 我自罰一瓶 是啊 我們幾個都是為了一瓶 蒙蔽啊 你知道這真正的大人物 就在我們面前 沒錯 家綺 你還管喝這個夜省 想見這家酒店 他就是夜市的一瓶 又可能 我幫你家弄一瓶口 都可成蛋的 別了 我就上個洗手間 我幫你家弄一瓶口 家綺 你還想跟我做的 就幹什麼呀 剛就跟葉凡呀 對 過去過去的 你為什麼就在老闆呢 怎麼又說 老闆娘 一定記得到路 多說個好話 你說什麼呢 葉凡給不去這麼久 你去看看 你來看他 葉凡 剛剛說我不好 你不會惹我氣了吧 我為什麼要生你的氣 要不 能讓我在這裡上班好不好 我幫你管著他們 這倒不必了 我家酒店的工作人員 還是足夠的 我可以做他們做不到的事情啊 做不到的事情 你好壞呀 這是我家的鑰匙 不知道你晚上有沒有時間 來給我面個室 不知道你喜歡看我穿什麼樣的衣服 要不換個室給你看 抱歉 我對拜金女不感興趣 什麼 天使出大事了 你腦袋說的什麼東西 這麼明顯的問題 你都沒發現嗎 李總 這裡面肯定有什麼事 這個項目 我一直跟進的挺好的呀 挺好的 你這叫挺好的 公司三千萬 都拿到水條 李總這對方公司違約 這誰也想不到的事啊 那公司的錢呢怎麼辦 沒有李總 那個那個葉凡 會不會跟這件事有關係 我記得他之前也跟進過這個項目 葉凡 我記得 這公司還是有點貢錢的 哎呀李總你是不知道啊 這個葉凡呀 早就對公司有意見了 啊我懷疑啊這件事 肯定跟他脫不了關係 我現在就去排除他 混帳 沒看見我跟李總 正在談事情嗎 誰讓你起來的 髒水都潑到我身上了 任家家 我之前是不是和你說過 這個項目不能偷 李總 你聽到沒有 這個項目啊 肯定就是這個 葉凡搞不貴 不然 他肯知道這個項目不能偷 孫佳佳 別有點事情就在這裡亂叫 葉凡 在這裡我是你領導 你只不是我手下一個小小員工罷了 有什麼資格這麼跟我說話 就因為你的一意孤行 才讓公司造成了三千萬的損失 這個責任 依我看 應該由你來承擔吧 哦 我知道了 你就是故意想報復 所以才把這個項目繳黃的是吧 李總 像這樣的害群芝麻 就應該立刻把他趕出公司 並且讓他承擔這個項目的一切損失 好大的官威呀 你把項目給搞黃了 想找出替罪羊是吧 你給我閉嘴 現在我是這個公司的領導 立馬給我滾出去 孫經理 你平時在公司就這樣的嗎 董事長不是的 我都是被這個小子欺苦痛了 才這麼說的 閉嘴 看到沒 董事長都讓你閉嘴別說話了 我說的是你孫家家 工作上出了問題 還在這裡吵吵鬧鬧 給我出去 不是的董事長都是都是他 出去 好吧董事長 沒什麼事的話 那我也先走了 去吧去吧 我聽說你們公司有個叫做孫家家的經理 坐上開了3000萬 你說什麼 這消息可靠嗎 這消息可靠嗎 我聽說你們公司有個叫做孫家家的經理 我說你們公司有個叫做孫經理的 配了3000萬還存到了瑞士銀行裡邊 這種消息肯定是百分之百確定了的 還有這種事 我知道了 怎麼樣 這個消息夠不夠驚爆 我剛知道就告訴你了 確實很驚 你還有什麼事情嗎 那我有什麼獎勵 到時候見面再說吧 我這裡還有點事情先掛了 劉凡 我告訴你 我現在手上可只有你的黑料 我勸你跑自為之 宿主可以用假賬事件要挾孫家家 將會獲得意想不到的獎勵 這件事情如果直接告訴李總的話 最多只是讓公司把這個賤娘們開除 我自己也浪像一個背後告狀的名聲 沒有什麼好處 如果是要挾的話 放出就完了 怎麼 不敢說話了 現在證據確鑿 公司是不會放過你 放過你 你現在求饒 已經來不及了 老娘今天就是要你管 我勸你不要太囂張 不然你並會後悔 不悔 我有什麼可好後悔的呀 倒是你 好好的一份工作丟了不說 還欠公司一屁股債 我看誰敢要你 這個項目 什麼傳聞 好像 你胡說八道什麼 這個項目不就是你腳黃了嗎 我腳黃 你確定 我怎麼不確定啊 我可是公司的經理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可是聽說 根本就沒有什麼合作術 完全就是一本假賬 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想聽聽更詳細的內容嗎 為什麼 是不可能 你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 這個你就不用知道了 只不過這三千萬 足夠你的肺能 我警告你啊 別亂說話 我亂說 放後去 別 你 沒做虧心事你緊張什麼 葉凡 這有什麼事 咱們好好說 這不是說話的地方 咱們換個地方說 行啊 你選個地 咱們慢慢玩 好 說吧 你到底知道什麼 隨機率 你做的那些 你做的那些髒事 全都知道 你真夠狠啊 敢背地裡調查我 所以你怎麼說 說吧 要多少錢 才能讓你閉嘴 哈哈 哈哈 你笑什麼 孫經理 我就是一個小人物 我就是一個小人物 有錢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花 我就是一個小人物 既然沒得談 那我就去找秘總了 別 別 一次 說一次 你認為你還有資格跟我談談嗎 你 給我跪下 不 不可能 等一下 你 你 你說什麼 我說的還不都明白了 問一下 涅凡 我的確有八字在你手裡 但你別太過分 問一下 這才對 孫家家 你還以為你是之前那個高高在上的經理嗎 瞧瞧現在 你有想過自己也會有今天 勸 給我拿個杯子 我要喝水 誰讓你站起來的 誰讓你站起來的 我要你跪下去 呀 孫家家 你不會覺得你還有選擇的權利吧 你自己上來 服務要全套 自己上來 嗯 好喝 真是好 我們孫經理倒的水 就是好 你說是吧 孫經理 你不說話 你該不會以為 你該不會以為 今天只是到這就結束了嗎 孫家家我告訴你 當初你是怎麼羞辱我 我現在就怎麼加倍的還給你 你 你還用給我做什麼 你說我想做什麼 想一想 想一想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大街上的 怎麼了 什麼怎麼了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難不成 你在走別的女人約會啊 人味受傷 我是那種人嗎 你是不是那種人 我不知道 但是你別忘了我們今天的正事 正事 什麼正事 是我想的那種真事 哎呀 你來了你不就知道了嗎 來 讓我看看上次的知識點 哎 你今天別欺負我了 我想一會兒 那時候看你 說認真的 不是在拍照 別鬧 你要是這樣的 看著別笨 我不客氣 來 出話 媽媽媽 媽媽 你不客氣 你不客氣 小碗 小碗 小一來看你了 奇了怪了 我明明和碗說好了今天上門的 怎麼 人都不見了 這丫頭 怕不會是還沒起床吧 我上樓看看去 啊 小小一 啊 小小一 啊 你是說 他是你小姨 哎呦我跟你說了 真好小一回來 你怎麼不聽 小一 你這我反正怎麼不敲門啊 我要是敲了門 怎麼看到這麼精彩的一幕嗎 爹蘭 你行了 你可真行 我怎麼以前不知道 你什麼老婆 小一 那個我 你千萬別告訴我爸 你能是告訴我爸 我自己找你倆都完了 對對對孟姐 一個千萬不能夠好的話 不然我們兩個都完了 作為一老輩 多數不能做你輕易的放過你的 憋凡留下 我先收拾你讓你找找我 我呢怎麼你也想留下 不不不我想留下 怎麼我怎麼上次沒發現 你有這方面的興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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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姐你可別污蔑我 葉凡啊葉凡啊 你可真行啊 和我在一起就算了 連我那侄女你都不放過 孟姐我真不知道你是他小姨 這麼久沒來找我 而先來找我那侄女 你說要我左兒懲罰你 這是小姨的聲音 葉凡太敢當抱歉了 竟然敢打過小姨 不行 不能讓我小姨被欺負 啊 小姨 他們 他們去 好我知道了 我以為你 我沒了 我先走了 但我告訴你 玩是我的侄女 你要是敢動他一根手指頭 你絕不會放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我沏刚好支付觉得 目标φ 我的帮我应该比 不能那么多 我现在才给它 等我 好感度已经达到八十 我去 这好感度居然一下就八十了 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是觉得我不如我小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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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度已经达到八十 这好感度居然一下就八十了 难道是觉得我不如我小姨 没有 怎么会呢 我才不管他怎么想的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等会用力一点 怎么样 这个力道可以吧刚才小姨要的 我全部都要你可不许偷懒啊 哈哈哈哈 当然不会的 嗯 婉儿 现在可糟了 我刚刚还答应你小姨呢 现在估计解释不清楚了 你直接和她探牌吧 就说她人老珠黄 你不喜欢她 你这是打算要我的命呢 哼 需要你招惹我小姨的 说是和我在一起舒服 还是和我小姨在一起舒服 这可不心说啊 你改天问问她本人不就知道了 哎 我今天突然想到好像有点事 我先走了 嗨 咱们 盯妅 盯妅 这两个 喂叶爸 我想让你以后都是为零式聚团的负责人 但是我家里人还是不放心 尤其是那两个关系 挺好的姐妹 要让他们省心一下 什么 什么省 你放心很简单的 就在咱们家吃个家宴 他跟那两个姐妹一起聊个天 姐姐你放心 我会让他们知道 你的夜晚没问题 那是肯定 对好了 那我们明晚见 好 妹妹 家宴 怎么有种鸿门宴的感觉 你变了 成功才是鸿门宴 雪儿 你说的那个人呢 应该快到了 瞧你那样子 简直是被那个男人 特地迷住了 待会儿啊 你少说话 交给我来把关 雪儿姐 交给我跟小姨 你就放心吧 说了多少次了 雪儿跟我一起从小长大的 你得喊她雪姨 没大没小 小姨 你就比我大几岁 而且我跟雪儿姐呀 我们都是朋友 以后呀 我管你叫姨 管她叫姐 咱们俩呀 各论各的 好吧好吧 你们俩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情下架 夏茂 你就让着她点吧 我们去干嘛啦 嗯 没规矩 昨天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夏茂 婉儿 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男朋友 叶凡 叶凡 别弄住了 咱们自下俩聊吧 叶凡 这位呢 是夏茂 这位呢 是林婉儿 她们俩和我亲如姐妹 两家人呢 也是世交 啊 学来是这样 该死 没想到赵雪说的妹妹 竟然是她们 早知道来之前先问一句了 要烦是吧 说吧 怎么都大上雪儿的 莫非她们也不想揭穿 我不是说过了吗 就是相亲的时候认识的 雪儿 你没谈过恋爱 现在的男人啊 没一个好东西 我是担心啊 你对某个不怀好意的人 欺骗 就是 现在的人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她老不老实呀 你们放心吧 叶凡她跟别人不一样 有胆识 对我好 而且丽雅还帮我测试过 她就非常专一的 啊 专一 哈哈 确实是 非常的 专一 好了 咱们边吃边聊吧 什么情况 你说你们过去了 这才不是你想的东西啊 哼是吗 玩火是吧 那二位觉得 我如何呢 你 一般般 看你们俩还嘴硬 雪儿 你就是太单纯了 有些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白天可能还在给你按摩 晚上就躺在别人的窗上 啊 叶凡肯定不会这样对吧 啊 对对对 那二位觉得 我如何呢 雪儿 有些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雪儿姐 你可别相信那些男人的鬼话 我就听说啊 有一位家教老师 他不仅勾搭他的学生呀 他还和他小姨在一起 什么 居然还有这种事 好你个吻儿 我相信叶凡 他是我选中的 我相信他 那 哎 吻儿你别动我来捡吧 啊 啊没事雪儿 我来吧你去拿个餐具 我去拿到餐具哈 雪儿我跟你一起收拾吧 我去拿纸巾 好你个业 你和我小姨做那种事情 竟然还勾搭雪儿姐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哪知道 雪儿她说的姐妹是你们两个 还好没被雪儿姐发现 还有这不是家里 刚才你和你小姨在桌底下搞这些动作 怎么样 比起昨天你的表现 那还差一点 那咱们玩个更刺激的吧 那咱们玩个更刺激的吧 你又想干什么 哎婉儿去哪了 饿丫头毛手毛脚的 可能呀跑去鞋肉间了 哦 叶凡你别在意刚才的话 虾梦和婉儿呢只是担心我 没有恶意的 我明白雪儿 叶凡你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你脸色都变了 雪儿 你别动 我没事 一会就好了 可是你脸都红了肯定发烧了 可是你脸都红了肯定发烧了 没事 我一个人坐一会就好 你们不用管我 刚才还好好的 难道是有东西过敏 叶凡你先起来 我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我 我不行了 爸你好脸了没 没事 可能刚才喝了点酒有点不习惯 现在好了 真的没事了吗 没事 你们不用管我 刚才你不行了 现在又说没事了 你在搞什么鬼啊 我 我哪有 我也听见了 叶凡如果你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雪儿你听我解释 可能我太久没喝酒了 待会我去喝点牛奶就好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都怪我忘记这一点了 没事没事 还好没被发现 婉儿还在桌子底下呢 待会得想个办法 治开他们 找机会让婉儿出来 自己心 我也觉得 婉儿你 你 妈 这什么情况 哈喽情儿姐 哎 哎 雪儿 你听我解释 婉儿你老师跟我交代 之前是不是就跟叶凡认识 雪儿姐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男朋友 她救过我一命 后来还救了我的家教老师 雪儿姐是真的 我想叶可以作证了 夏末 夏末 你也认识叶凡 哎 雪儿 我们也不是有意埋着你 真的只是个巧合 叶凡 之前是我的作客 我也是 这几天才知道玩儿跟她认识 那你刚才庄哥不认识 雪儿 你听我解释 刚才那种情况 我是怕你误会 我才 误会 那你跟我儿子做 做那种事 我就不会误会了 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事啊 好了夏末 你也别装了 从今天一进门开始 我就觉得你跟我儿子有点奇怪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跟叶凡也做过那种事 好 我叶凡 锅里的碗里的你都吃上了 哎 雪儿姐 既然我们都和叶凡已经采定相待了 那就没什么好争的了 我们这四个人一起什么 玩儿 好啊 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姐妹 让我男人抢了不说 还装作不认识 你挺会玩儿啊 雪儿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跟叶凡认识 而且 就是就是 从那个下来后到吧 明明是我们和叶凡现在一起的 要说抢男人 也应该是你抢了我的男人 你 雪儿 你听我解释 你这个渣男 亏我还傻呼呼的以为你喜欢我 没想到你压根就是个骗子 雪儿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叶凡 明明昨天还叫人家小宝贝 今天就重误会了 雪儿 你们这是干什么 做什么 那是好要叫你啊 孟姐 我只是个意外 叫我干什么 好 婉儿 花心花 我 我 你们别闹了 今天 草调了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